欢迎收看有线新闻的学员思恒 连锁健身中心舒适宝宣布暂时结业之后 至今宵委会收到605宗投诉 涉及接近1900万 最大损失的一宗达到65万 有工会也收到过百名员工求助 估计拖欠的工资和佣金等最少达到1500万 徐永熙报道 舒适宝声称有新投资者 湾仔分店会改名Healthy 日内重新开业 分店至今仍然烏灯黑火 没有见到有人到店铺跟进 有顾客花了过万元购买十年的会值 还有寓缴购买私人教练服务 对于所谓新投资者没有信心 会继续追讨寓缴费用 舒适宝指今未交代新投资者背景 有教练质疑改名从开始是逃避责任 柳工会收到过百名员工求助 估计涉及拖欠工资和佣金最少达到1500万 他说舒适宝没有正式表示结业 员工可能要向劳资审裁署 向法庭申请公司清盘 先可以申领到破欠基金 随时要花半年以上 亦都未必可以传数追回 有线新闻 徐永熙报道 舒适宝多名健身教练 由工会代表和区议员陪同 去到尖沙咀警署报案 他们说今个月初 即是公司宣布暂时结业的前几日 仍然要求他们继续推销 涉嫌教唆诈骗 有健身业人士认为 随着24小时自作健身室普及 传统健身中心的经营模式 会被消费者淘汰 大众的市民都需要一个 自己的私人空间 或者他们真的要去教练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一个 指动性质去做这一部分的事情 但如果你要这样去做 这个传统模式 你会令到人反感 反而你会觉得 我来到这里我不舒服 做运动 所以我呈现那些人呈现不来 每一次过去做运动 可能就会特意走过来 打一部机 你这个地方错了 这个地方做得不好 然后这个动作又不对 其实一个教练这么说没问题 但每一次都有第二个教练 第三次教练过去情况 其实真的会令到人烦恼 大坑下个星期一 盈月夜起 一年三晚舞火龙 旅法局会在中秋静日 举行无人机表演 将火龙舞上维港夜空 旅法局发布短片 推广舞火龙 今年的巡游路线 将会由浑沙街 延伸至铜锣湾道 摩顿台临时公园附近 更加会设置直径4米的月亮发光装置 并在维园设火龙直播区 去到中秋节正日 湾仔海滨上空 将会举行中秋主题的无人机表演 和千架无人机将会砌出玉套 月饼 传统兔子灯笼和火龙等图案 中原买入尖沙咀泊会酒店 用作学生公寓 中原集团旗下中原投资 买入尖沙咀泊会酒店 作价1亿8千万 成交赤价大约7300元 计划以2000万去翻身 将会用作学生公寓 提供大约150个床位 中原说会继续增加在香港投资 目标是在未来两至三年 投资2000至3000个床位 估计吸引环球基金和资本 来香港投资发展学生公寓 内地CPI增速加快 但PPI跌幅扩大 分析认为内地要采用 西方的通胀目标方式 去刺激经济 刘家发报导 受高温多与天气影响 内地CPI按年升幅 连续两个月扩大 上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升0.6% 增速比7月加快0.1个百分点 但低于预期的升0.7% 当中食品价格由持平 转为升2.8% 其中仙菜急升近2.2% 增速扩大18.5个百分点 猪肉升大约1.6% 非食品价格升幅就放缓至0.2% 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由升0.7% 转为跌0.4% 反映上游价格表现的工业生产者 价格指数跌1.8% 跌幅比7月 扩大1个百分点 是4个月来最大跌幅 亦多过预期的跌1.5% 博统局说 全国PPI按年按月比较都下跌 是受市场需求不足 和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行影响 有分析认为 内地仍然未摆脱通缩 要采用西方的通胀目标方式去刺激经济 前观应该是说说 应该考虑用一个通胀目标 来提升来此的经济 当然这些是西方的东西 但问题是说 似乎应该要有一些所说的 不是传统的货币政策来搞 单一个降息未必可以刺激经济 因为问题是 你看到如果有通缩 就是说那些人不肯卖东西 减债而已 也有分析说 低通胀仍然是内地下半年宏观经济的特征 将为逆周期政策 适时加力提供空间 五下阶段应该继续提升消费 扩大内需 有线新闻 刘家发报导 内地计划允许在北京、上海、深圳等 九个试点设立外商独资医院 同时批准外资在指定自由贸易试验区 从事用于产品注册上市 和生产的生物技术研究 楼卓南报道 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 发布关于医疗领域的通知 准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 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省九个试点 设立外商独资医院 但不包括中医类并救公立医院 通知自印发日起 同时允许外商投资企业 在北京、上海、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海南自由贸易港 从事人体钢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 技术开发和应用 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 所有经过注册上市和批准生产的产品 可以在全国范围使用 通知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政策宣传 主动接触有意愿的外商投资企业 有学者说 新政策有助内地医疗发展 满足民众医疗健康需求 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 可以促进中国加速科研成果的转换 增加我们国内医疗服务的供给 同时可以促进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 在这个开放试点的过程当中 还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升级 为中国加强国际间合作交流 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内地传媒分析指 外资可否成功引进外国医疗体系 整套理念和技术设备 需要配套政策支持 仍然有待细则公布 例如新技术设备可否通过快速通道引入等等 有线新闻悬栏报导 总理李强和到访的西班牙手上 向桑切斯举行会谈 李强和桑切斯握手问号 两人又一同检阅仪仗队 桑切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说 他向李强表示 当今世界充满机会和挑战 西班牙愿意继续加强对话关系 充分履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共同捍卫公平贸易秩序 保持市场开放 桑切斯应李强的邀请 昨晚抵达北京展开试日访华行程 今天上午出席了中国西班牙论坛 稍后将会会见国家主席习近平 并举行晚宴 之后将会前往上海 明天为上海蔡曼提斯学院揭幕 回来新闻时间 受到风暴摩蝶吹袭 越南北部灾情严重 增加到59人死亡和失踪 富寿省有大桥桥等被洪水冲断 多架车最少9个人多河 高平省一架载着20人的巴士被冲走 陈晓庸报道 网上流传车camp片段 富寿省的丰州大桥突然断开 有货车连桥新跌到河里面 部分车即刻后退和掉头 全媒报道有几架车和电单车 还有多人堕河 摩蝶横掃越南北部 连日大雨令河水暴涨 横跨洪河的丰州大桥 部分桥等被冲走 交通中断 有人堕河之后 在河里面漂流2公里之后获救 多地亦都引发山泥倾射 安倍省大片塔陷的山泥 淹漫建筑物堵塞道路 有村庄被洪水淹没 变成窄国 北江省亦都泛滥成灾 大量房屋和果园被淹浸 高空片段见到河水水位高涨 西北面的山洞省 有建筑物几乎完全被洪水淹没 摩蝶减为热带低气压 向西移动 全国多地大规模停电 广陵省和海房市的灾情尤其严重 首都河内超过2万5千棵树倒塌 造成伤亡 气象部门说过去一天 摩蝶的雨带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430毫米降雨 警告仍然有可能会引发水浸和山泥傾射 总理范明正前往海房市视察 并和地方官员就台风防雨 和灾后重建工作召开会议 赞扬官员及时撤走住在危流的市民 下令尽快清理塌树 确保交通畅通 恢复供电和通信服务 被医疗设施和学校等正常运作 有线新闻 陈晓容报道 委内瑞拉反对派总统候选人 江萨雷斯流亡西班牙尋求政治庇护 声言会继续为委内瑞拉民主抗争 欧美就谴责马杜罗政府打压异己 陈子军报道 江萨雷斯抵达西班牙之后 团队发布他的录音说话 说离开委内瑞拉途中充满压力和威逼 但相信自由之战很快会继续 国家很快可以恢复民主 75岁的江萨雷斯被委内瑞拉当局 以共谋等罪名通缺 几星期之前 开始躲在西班牙住加拉加斯大使馆 星期六同夫人乘坐西班牙军机离国 去西班牙寻求政治庇护 委内瑞拉政府说 向江萨雷斯提供安全通道离国 是为了稳定政局 西班牙外交部就否认有同委方正式交涉 但有报道说西班牙前首相薩帕特罗 有份参与事件 马杜罗在7月大选宣称连任 但反对派说根据选票记录 实际是由江萨雷斯大比数胜出 西方关注江萨雷斯的动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江萨雷斯仍然是委内瑞拉民主的最大希望 不能够让马杜罗继续用武力掌权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就说民主制度下 不应该有政治领袖向第二个国家寻求庇护 重新委内瑞拉当局 应该停止打压异见人士 有线新闻 陈子军报导 中国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油菜籽 进行反傾销立案调查 商务部发布公告说 从获得的初步证据和信息显示 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油菜籽 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 向中国出口销售存在傾销 同时由塞子进入中国市场 数量大幅增长 价格持续下降 对内地产业和类产品价格 造成削減和抑制 导致内地产业遭受了实质损害 商务部决定立案调查 傾销调查期为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内地和亚太区股市偏远 港股连跌5日 恒指失手牛红线 累跌近800点迫近17点关口 麦加因报道 内地经济数据持续疲弱 加上亚洲区股市向下 港股失手250天线 大行花期调低恒指全年目标大约百分之三 恒指低开之后跌势加剧 曾经低见17,067点 收市跌247点 报17,196点 收市后指数成份股变动生效 成交增至1336亿 如果250天线短期都没有办法收复 确认失手 我想17,000点都有机会 很大机会 会考验和下试和下破 跌穿了之后下一个支持位 我们现在看绿色的线是16,600到16,700 苹果生产品发布会前夕 有传iPhone16性能或不及预期 苹果概念股是受压 信誉跌超过百分之二 瑞星就跌超过百分之三 经济税退休累升温 三桶油全线下跌 中石油跌百分之六 是最弱细蓝丑 而中石化跌超过百分之五 美国民主党议员反对生物安全法案 若明是有支持 若明康德升近百分之四 是最强细蓝丑 未来第二季亏损收窄 亦市升超过一成 ASMPT跟随半度看股回涛 跌超过百分之八 华兴资本市隔17个月之后 伏牌急错超过六成 区内股市偏远 户指在创7个月低位收市 日本南韩股市连跌五日 亦经平均指数 创近一个月的低位 有线新闻麦嘉欣 报道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 结束法国巴黎行程返港 他说当局正是筹备明年全运会 希望做到民体统融合 杨润雄在港台节目说 未来会加强运动普及和专业化 正是和体育学院商讨调整资助 又说明年粤港澳全运会 至今本港有2万名义公布名 他说三地制度上要互相配合 当局正是了解内地规例 包括如何照顾群众行目运动员 又希望场地上做到民体统融合 会参考去年在戏曲中心举行的碧球材 医管局派药服务明天开始 将会在两大连锁护理店 新增过8个字取点 医管局核下医院和诊所的 专方门诊、普通方门诊、 出院和急症室病人 诊证之后 可以透过HA高流动应用程式 选择在社区取药点 预约和领取有医管局配发的药物 病人取药时 要出示程式二维码、核实身份 会将厨方或一收取65元的运输物流费 病人无需再向协作药房额外付费 农场到有介款车失事翻轴 四个介款员受伤 他们分别拆伤头和手脚 经初步包扎后由救护车送院 这家介款车下周大约两点钟 沿途长度往观塘方向行驶 在素屋村附近 获疑闪被切线的车 失控撞向路边石膊翻侧 车头损毁 四个介款员自行爬出车厢 当时车上并没有现金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